上回越南反华的暴动已经过了一个半月 那么在当时暴动之后 我们立刻采访了在东斜除了台商 除了在越南之外另外一个制造重地 说起来叫重镇 你到那个地方就很了解 台商其实后来从台湾离开到中国大陆 当时是因为美元逼台币大幅的升值 台商呢为了能够生存到大陆去 没有想到后来中国大陆变成风退的劳动力 变成世界工厂 那时候是台商最风光的时期 但自从中国大陆大幅的提高工资 这个情况里头整个台商的处境开始转变 有的往内地里头比较靠近 像湖北这些地方移动 有的或是就直接移到了洞穴 移到洞穴里头越南对大宗 另外一个地点就是在柬埔寨 诺大的厂房中 上千名男女工人买手于车棚 整趟包装等作业 这样的景象遍布首都金边各工业区 成一叶承起了柬埔寨经济快速起飞的一片天 使该国名列国际货币基金IMF 全球成长最快速新兴经济体制一 其中台资成一场 更可说是扛起柬埔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国内知名的厂商如如鲁鸿巨洋 年新和台南纺织几乎全员到齐了 在台湾相当低调的续荣之一 在柬埔寨也有生产据点 你看陈一 劳工非常密集 你看我们一小小一个厂 厂房不是那么大的 就是千克 旭荣之一副总陈志宜一句话 道出台商进逐柬柬埔寨的一大诱因 随着中国工资上升 台商开始往成本较低的 越南和柬埔寨移动 这两个东协国家 提供充沛的廉价劳力 借力成为台商成衣和制协业的大本营 除了成本低廉 柬埔寨另一个吸引外资的法宝 就是全球包括美国 加拿大 欧盟和日本等29国 都给予柬埔寨优惠关税 在柬埔寨投资设厂 产品输往这些国家免关税 自然提高价格竞争力 我们今年预估 大概可以做到五千万件 大概是这个规模 我们前年也才三千五百万 然后去年就四千多万件 今年应该是可以突破五千多万件 夹着从布料素材 到成衣制造的垂直整个优势 提供客户全方位服务 加上品质要求严格 客户信赖度高 看它一出来 每一件就先检查一次 这边就是品管 所以里面外面全部检查 近五年 蓄荣几乎每年都有两位数成长 旗下非洲加亚洲时间工厂 预计今年可生产五千多万件成衣 接单畅旺 扩厂动作也不断 这间柬埔寨厂是蓄荣八年前收购的 目前最大客户 就是美国知名运动品牌 Under Armour 我们美国单是占很大的比例 欧洲的单也有 但是在80%都是美国市场 着眼于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渴望带来的商机 聚荣去年又买下越南厂 由美国主导谈判的TPP 预计2015年生效 届十个成员国之间 享有零关税优惠 越南参与了TPP入会谈判 也就是说 在越南设厂的纺织成衣业者 未来出口至纺织品消费大国美国 渴望免税 越南又是美国第二大成衣进口国 TPP生效后 输往美国成衣的关税 将从平均17%降为零 所以我原来布局就30%在亚洲 这部分是不会编 那当然因为有TPP的关系 我们在越南的布局上面 就相对的会加重一点 所以我们去年买了越南厂的部分 那我们也想再扩厂 所以我们可能会越南厂 扩到20到30条线 但机遇和风险总是如影随形 正当越南因TPP概念 吸引外资成群结队上门来时 一场意外的打砸抢烧暴动 让一些投资热情暂时冷却 心灰意冷之际 台商考虑转进柬埔寨的风声 实优而闻 那这一次来讲 在越南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相信有部分的厂商 它为了分散风险 并不是说它不去越南 而是说它增加不同的地方 由来柬埔寨 那是一个点 它可以整个调整 但柬埔寨也绝非零风险 此地工潮出了名的频繁 今年一月经编成一场引爆的罢工潮 甚至转趋暴力 蓄荣当时也受到波及 工厂大门给整个推倒 对台商来说 无论是越南或柬埔寨 工会抗争 年年调薪 都是经营必须面对的变数 如果是理性沟通 也还算在可控范围内 怕只怕非理性抗争 或者有心人士蓄意操弄 造成投资环境的不稳定 其实今年的柬埔寨的罢工 让很多工厂不愿意 在柬埔寨继续发展 有人撤资吗 不是说撤资 就是新的案子进不来 大家新的案子不会说 放在柬埔寨的部分 原来大家的想法就是想说 那是不是越南 越南相对投资环境也好 如果依照原定计划 蓄荣越南厂的产能将扩增一倍 陈志宜分析 越南虽然成本比柬埔寨高了20%以上 但工人素质相对较好 效率更高 柬埔寨历经年初的罢工潮 最低工资一口气从60块美金 上调到100元 年底很可能再涨到120元 如果越南厂的效率进一步提升 总的来看 两边的成本其实相去不远 无论如何 财商制造业从中国出走 转载东南亚亦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跟着制造业脚步的金融业也接踵而至 在这边东南亚东协制造业我们就往外走 往外走的部分 现在最热就是在越南 过来就包括了柬埔寨跟缅甸 那本身呢 因为我们在银行所长也看到这个商机 就是包括这辽国 东南亚经济成长相对亮眼 为了追逐亚洲新兴商机 台湾银行业者纷纷在各国插旗 东协十国更是布局重点 国泰世华位于柬埔寨首都金边的紫航 是在2013年买下新加坡银行百分之百的股权 2014年1月才正式更名 挂上国泰世华的招牌营运 这是国泰世华在东南亚的第二家紫航 第一家则是和越南合资的市月银行 前进越南和柬埔寨 都是国泰金控在东南亚扩张金融版图的重要步骤 国泰世华也是在这两国拥有最多据点的国营 从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的旁边是越南 据金边、据胡志明市上只有四个小的车程 边界这个城市目前叫巴域 它可以是到胡志明市一个小时 那本身这个地方台商会开发工业区 预期会有很多台商进宿 除了金边以外国泰世华银行在金边以外的城市 比如说闲利跟嘻哈努客 也可以有目前有设分行 也预计继续设其他的分行 这一点来讲可以提供更多的台商跟当地的客户 除了提供台商服务 国泰世华也希望能深耕当地做当地的生意 行刑市场虽然风险较高 成长动力也更强 不论是制造业或金融业 权衡风险和商机 是永远不能中断持续思考的课题